Hello 現在是早上6點02分 早上的6點20分 背後那個是月亮來的 那又可以去利州大街那裏 就是大約是走20分鐘的路程 好了 6點40分的鴨利州街市 其實是未開的 今天我們就想來這裡的冰帝魚仙魚 有這陣子有事在做 有些事情搞 所以是不開的 只有一個哥哥開 這些東西就是大一點 這樣這四條是180元 首先是波雲去 接著是喜輪 很有趣 那個喜輪原來是電機喜輪 好了 鴨利州就做完了 那個Mission No.1 complete 現在我們就是香港仔的天光虛魚市場 Hello 大家好 我是Stanley Starnley 香港人回到香港 如果住在南區 那就一定要Visit一下 香港仔的天光虛魚市場 和旁邊那一個人稱為香港的築地 魚類批發市場 又假如你好像Stanley那樣住在海宜 Stanley就建議在天蒙光 就起床 然後走20分鐘 到這個鴨利州街市 碰碰運氣 看看買不買到南區的第一線 Stanley今天就買到四條的烏絲 價錢雖然不算便宜 但肯定就是海上線 不是釀魚 當你完成第一線的Mission 過了的停車場 就可以搭兩分鐘的街島 去到香港仔的天光虛魚市場 好 我們一起搭街島 等Stanley說一下 香港為何叫做香港 據說自明朝的嘉靖年間 香港仔的原名就是叫做香港 原因 這個小港灣自明朝以來 就一直要來做一個轉運 東莞運來的鄉木而辭名 故此昔日英國取得這個香港島 作為新殖民地的時候 就叫全島叫做香港 可能讓人容易去分別 整個港島就叫做香港 至於原本那一個 小小的轉運東莞鄉木的小港灣 就在它的原名裏面加多一個 子字 那就變成香港南區的香港仔了 聽完這個香港仔傳說 我們就差不多可以上岸 去到香港仔天光虛魚市場 哇 你看一下 這條鯊魚王 走出來的時候多厲害 萬眾眾目 這條鯊魚王 目測就是有1.5米 哇 不買到看一下這條鯊魚王 我們背景的先生說 這條魚究竟是新鮮還是不新鮮呢 好 7點鐘的天光虛魚市場 那些人是這麼多人 早上7點鐘來到香港仔 天光虛魚市場 我們的眼球就給那一條的鯊魚王 足足是2米長的鯊魚王 吸引著 那元老的觀眾就問一個問題 究竟這一條鯊魚王是新鮮還是不新鮮 那對於外韓人的Stanley來說 我就覺得都幾OK 但是對於香港仔的老街坊 他們就說 kai one south 原因 香港仔人 他們所謂的新鮮 是要去這樣的地方 才是叫做新鮮 好 你看看那些人做生意是怎樣 就是這樣 船那裏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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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條是湯羹那條是什麼魚來的 石斑 石斑來的 哦 你賣多少錢呢 知不知 是現在 是製作回來的 放心他就不是 旁邊那裏呢 有一個這個哥哥呢 都是去那個店主 這樣問過剛才的哥哥呢 說這條魚呢 就是240元斤 石斑正在開那條魚 這樣呢 那條石斑呢 現在哥哥就在開一圈一圈 15元兩 240元斤 那龐迅就告訴我 這條魚呢 就是 是海魚來的 啊 就是這一檔是海魚 那些魚拿出來幾漂亮 啊 一格就選了 立刻有人托下去選了 是啦 是啦 這隻船呢 就是專賣海魚的 是啦 是啦 那這條呢 都是屬於天江第一仙 啊 晚一點就肯定買光了 那對比剛才那條差不多2米長的馬家王 那所謂新鮮 在香港人街坊的眼中 所謂新鮮 就在天江時候去到碼頭那些的艇仔 那裡買才叫做新鮮 不是在乎那條魚的價錢是貴還是便宜 而是在乎拿魚的人 究竟他的誠信是有多少 就好像那些龐迅的街坊 說那些魚是海魚來的 自己出海去拿的 那故此那些魚一上到岸 那些人就立刻走到樓梯 撲下去那裡買 那故此如果你遲些才到這個天光區 那些海上第一仙就肯定被人買光了 好看完艇仔海上第一仙 那現在我們就轉換視線 間水去看一下香港的築地 我相信很多人都去過日本的築地 那但是對於香港的築地 大家不知道就有沒有來過呢 所謂築地呢 其實這一塊就是批發市場 那他就說零售就不要進來 那Stanley當然是大膽地走進去 看一下去 被人趕才算 不要妨礙人做事 是的 好 就是批發市場 是不是 嘩 那些水多好看 龍蝦的批發 這個批發 不用問的 就這樣走過去看就可以了 嘩 那些水這麼進來 多少水 多少魚缸 一斜斜地走進去 你看一档档 因為我很喜歡海水 證明是新鮮 養著去 嘩 你看那些大物魚 多少魚缸 很大 這些 那些水不停流出來 多漂亮 真的多大 香港製足地 Very good 做到這樣 一望無際 好 從這邊走回去先 嘩 那些水多深 多少水 怎樣走回去 游水 現在才知道 為何那些人要穿水鞋 我雙鞋不行 要走回去 我穿這些鞋 哈哈 傻豬來的 好 對鞋已經濕透了 那些物魚都濕透了 但是感覺是相當之好的 香港仔築地 那記住下次你來香港築地 麻煩你換一幫對鞋先 那對比日本東京的築地 南區香港仔築地 說大小 就當然不及日本築地這麼大 但是南區的築地 它的特色就是濕粒粒 那究竟濕粒粒有什麼好處 那其實濕粒粒的Underlayer 就是證明香港的食文化 就好像香港仔的街坊 他們吃魚最好的當然 是在那些海上塌的魚 所謂艇仔第一先 那至於批發市場 為何這麼濕粒粒 根據Stanley的觀察 就是由於要養活山山的各種海產 在避風港打水 直接灌入各大小魚缸 跟著就讓魚缸的水 滿日流出去 以至缸裡面那些角色的海產 都有活水供應 故此如果你要進入這個香港仔 魚類批發市場 又或者Stanley所說的香港築地 那你就記得一定要穿一對水鞋 好在結束這條片 Stanley就播多兩條短片 原因都是那句 魚是很辛苦拿回來的 那緊緊就要尊重香港的漁民 南區的香港仔 自明朝以來 他就一直叫做是香港 香港的漁民才是原住民 特別是拿魚那一批 以後當我們在吃本地的龍蝦 又或者游水的烏絲 艇仔的大青斑 又或者穿著水鞋 一車車從這個香港築地 推出來的漁產 那麻煩大家 大家對他們就要多一分的尊重 好最後記得香港仔的金句 魚是很辛苦拿回來的 好去片 在香港天江漁市場買魚 千萬不要跟別人說 因為我聽過人說 拿魚很辛苦的 拿魚很辛苦 你記住這句 所以大家都很給面 他說多少多少 那就行了 規矩 不要說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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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香港仔的雕塑 大家知道規矩 來香港仔天江漁市場買魚 千萬不要說價 因為有一句的金句就是這樣說 他說 魚是很難拿的 謝謝 而他… 掰掰 número呢 パ省